这次超强寒流席台,许多地方低温创纪录,气象局预报低温也一路的下修。 不过专家认为,以目前的科技来说,七到十天,顶多只能够知道会由冷空气来报到, 还是要大约三到五天之前,才能够准确预测温度。 放眼望去,雪白一片,阳明山安部竹子湖,24号低温都创79年纪录,连台北平地都下兵线, 而早在18号,日本的民间气象单位,气象协会,已经在网页上预测到台北低温只有1到4度, 还可能会下雪,国外的提早预报也引发讨论。 因为电脑模拟在第七天,它误差并不是很大,所以很幸运的, 它会有蛮接近这个事实的一个结果,但是它也很可能会错得很离谱。 前气象局预报中心主任吴德龙表示,日本气象协会预报国际天气, 是采用电脑运算并没有人工校正,这回只是很幸运,接近事实, 但即使是最先进的欧洲及美国超级电脑, 在七到十天之前也只能算出大趋势,时间要越接近才可能越准确。 随着这个预报时间越接近的时候,确实对寒流的强路跟它的威力确实是可以掌握出来, 但是在更早之前,比如说在两个礼拜前,我们大概就只能预报出它的一个趋势。 这个已经是相当接近事实的一个预报,所以对于这样的气象局的表现应该加以肯定。 专家认为,这次气象局在七天前已经掌握是寒流等级, 三天前提供温度及降雪预测,已经具有国际水准。 至于部分气象专家提早预言,落入准不准的赌博式论战, 民众则不必太在意。 记者林正午林志坚台北报道。